请听第三种声音 欢迎收看NGO观点 我是纪慧荣 其实H1N1现在在全球仍然在发威 台湾这三天就连续有九个流感的病毒 而且是死亡的病例 那到现在也总共死了94位 到底这样的一个流感还要再多久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预防 让我们一起来关心 首先来看我们为你制作的VCR 一早儿科诊所就记得满满满 全都是因为感冒来求证 有的还全家都受感染 我们是有婆婆已经咳嗽咳嗽两个月了 对啊 那这是因为嘴好像突然九点多 怎么会发烧 流感疫情持续发威 有临床医师发现 今年流感患者大多是发烧 咳嗽等症状 有的病程长达一个月 传染力比SARS流行期间的病患还要多 流感流行的程度比SARS更厉害 就是说得到流感的人 是人数很多 你可以再讲台湾可能是百万 甚至千万的人 都有得到流感的机会 根据最新统计短短三天就新增36名重症流感个案 而从去年的7月到昨天25号已经有94人死于流感 因此机关局再次提醒民众 只要出现发烧咳嗽等类流感症状 最好赶快就医 以免延误病情 好 其实我们看到这么严重的一个流感 到底还要多久 首先我们来介绍现在的来宾 那第一位要介绍的是台大流行病与预防所的教授 金传春 大家好 观众好 好 第二位要介绍的是台大医院小儿科感染科的主任 黄丽明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接下来介绍的是在第一线的医生 是奇美医院急诊医学部的主任 林洪荣 主持人好 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再来是中医师吴明珠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看到这个流感 其实这两个月非常的严重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流感病发严重的 这个叫做重症确诊的一个病例 那在2011年 就是今年的过年后 就是从1月2月就已经976例了 可是我们在2010年才883 所以其实这两个月 急速的增加 不晓得为什么 我们首先来问一下 金教授 为什么这两个月会严重的重症病人会变这么多 是因为又大流行吗 还是怎么样 我在想说 其实这波流感的疫情应该是在去年的12月 就已经有了 那然后大家也知道这个我们今年是开国一百年嘛 那所以就是很多人都会去跨年狂欢 那所以我相信我相信有一些年轻人继续跨年 然后第二天早上又去升起 那所以我相信这些人群聚集的地方很容易让疫情一直上去 那事实上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2003年萨尔之后 那我们学术界其实帮疾管局做了一个震猴群侦测 那这个震猴群侦测去年 其实二零一零二零零九到二零一零那波流行的时候 到二零一零后来也秀出来说 大概各年层大概这个感染的这个比例 类流感的比例有多少 那其实我是觉得这个这个数据很可惜 今年就不知道从去年开始这个流感流行到现在 我觉得没有没有那个 就是说可能没有在做风险沟通上面 应该要告诉民众哪一个年层 现在是比较比较严重年层 然后他可以做些什么东西 就最主要做有哪些事情 他可以去努力去做 并不是只有磕流感跟打疫苗 尤其说比如说怎么样减少接触感染 那怎么样自己有充分的一个休息 而且呢就是说怎么样 就是说自己那个咳嗽的礼节 怎么样减少传播 那我觉得这些的风险沟通可能都蛮重要 那每一个年层也可以知道说 他是不是流感的主要流行年层 然后重症的主要年层又在哪一个年层 这个都是一个流行病学的这个数据 不过我很好奇的就是说 为什么这两个月这么多 我们来问一下在第一线的那个主任 林主任 你可以不告诉我 你在这过年期间到底多忙 然后有多少的病人在去求诊 我们今年很多急诊的医护人形容 那今年对于急诊来讲 是一个既伤生又伤心的一年 那今年呢 事实上根据疾管级的资料 从这个农历的除夕到农历的初五 全台湾的急诊就看了19万4千个病人 都是流感吗 流感的病人超过六成 那其中呢 那在年初的一天 急诊就涌进了4万人 所以呢这个不只让 一天4万人 对对对 所以不只让台湾的急诊室也瘫痪 事实上台湾的紧急疗体系也瘫痪 因为我们紧急疗体系除了看流感以外 还要看很多其他的病人 但是由于在这方面的医疗的准备 看起来是不太充分 所以民众只有急诊这一条求医的道路 那么就让台湾的紧急疗体系就瘫痪了 而且 你可以分析一下 为什么在过年期间 你们全部都跑到急诊去 是因为小儿科没有开休息 是不是还是怎么样 那今年刚好这个流感的高峰 就落在这个春节这一个礼拜 不偏不倚 就刚好落在急诊 春节这个礼拜 那这个时候刚好诊所也没有开 医院正常的门诊也没有开 所以民众只剩下一条路 那事实上都到急诊来 事实上是不是好的事情 会交叉感染 会交叉感染 那要等很久 那事实上可能可能本来来看 但是H1N1 那回去得了可能是诺罗病毒 所以事实上这个 这样子目前的一个情况 对急诊来讲 对我们的紧急医疗体系 对民众的医疗品质 都不是很好的现象 黄主任我是不是可以请教 在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流感 是不是小儿 就是我们说的幼儿 是最容易被感染的 流感的传染的方式都是 从小孩子传到大人 那最容易传的小孩子是小学生 那小学生第一个他们还没有大到 可以保持很好的清洁习惯 可是他们又很可爱 如果你是十几岁 他回去不会跟爸妈抱了 小学生回去还会抱爸爸妈妈 而且还会抱阿公阿嬷 所以小学生通常是第一波先得到的 然后再从小学生传回家庭 所以整个流行的过程大概都这个样子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家 包括台湾 其实把小学生的疫苗接种 当作一个优先的 因为你把小学生的疾病挡住了呢 整个这个传染链 就会在最前端被挡住 所以儿童确实是流感在大流行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的小孩子生病 而且他们的住院率是最高的 你如果今天是十几岁 二十几岁 你得了流感大概不会去住院 可是今天如果你是五岁以下 你每十万个有大概有四百个要去住院 所以住院率是很高的 所以现在重症的已经有一千多例了 这些重症从七月到现在一千六百多例 那这些住院的大概都是以儿童为主吗 两种人会重症住院 刚刚已经提过了 65岁以上的老年人 他的住院率也是每十万个四百 那五岁以下也差不多是每十万个四百 当你如果是在二三十岁 你住院率可能是每十万个不到四十个 所以那个差不多五倍到十倍的 是是是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两个月了 你看一月608例重症者 二月368例好像有掉下来 可是我们在预测说 是不是他还会继续更高峰呢 因为最近三天就有九个人死亡了 所以金教授 这个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 这个是不是会继续再流行下去 我在想其实流感的病毒其实事实上是很多不同的形别 那所以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大部分可以知道我们现在流行的主型是新型流感H1N1 可是呢我们事实上台湾还是跟其他东南亚国家事实上这个有紧密的这个交往和联系 所以全世界其实最最担心最担心的就是这个H1N1 它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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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步的能力是这么强 有没有机会跟这个禽流感病毒的H5N1去交错 所以我想这个还是我们科学上还有一些还不知道的地方 所以我们最担心就是说一旦它跟H5N1去交错以后 那那个流行可能会更大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流感的每一波的流行 其实大家都是很虚心的在去学习 那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大陆从华北到华南 大部分他们的这个这个温度来说的话 华北因为比较冷 所以通常都要到四五月 如果到五月的话他们的疫情都还能够OK的话 那大概那个危险期大概到五月中的话就就确定了 大概全球就可以 对全球慢慢确定 可是因为我们台湾现在目前我们跟中国大陆的这个交往 这个也是多点的这个这个旅游 所以这个还有很多的未知数 不过我很好奇 因为我们去年卫生署非常非常的关心 而且要求大家赶快去打这个疫苗 那也有上百万人的打 那可是为什么在最近又开始流行起来 所以黄医师你是不是可以谈一下 为什么我们打了还是会被感染 第一个是打了为什么不能阻止疫情的流行 第二个是打了为什么被感染 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不一样的问题 你族群里面要有百分之几人打了疫苗 或者有免疫力 这个病毒才不能够传播 这是有一个数字的 那像新型流感在2009年出来的时候 就估计过了大概至少要百分之三十 所以当时卫生署的目标就是要打到百分之三十左右 那可是其实打到百分之三十 它还是会小规模的流行 那台湾目前很明显是达不到百分之三十 所以台湾这一波 上百万人不到 台湾有两千三百万人 你百分之三十你至少要打到七八百万个人 所以台湾 表示说台湾从去年十二月底到今年的二月 在病毒流行的时候 有免疫力的人大概绝对不到三成 可能甚至不到两成 那至于每个人打了流感疫苗 并不是保证百分之百就不会得流感 疫苗的目的是第一个让你不生病 第二个让你生病以后比较轻微 所以我们可以说百分之七十到九十的年轻人 打了疫苗以后他大概就不会得流感 或者得流感会很轻微 不过我们可以跟大家保证的就是说 如果你有打过流感你是很不容易变成重症 其实你是年纪比较老了 或者你有慢性病 你大概变成重症的机会也可以降低很多 可是并不表示打了疫苗就是无敌甜心肛 你病毒到你身上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打了疫苗还是要注意个人的卫生习惯 是确实打了疫苗可能还是会被感染 我们知道现在医院里面 我们来问一下第一线 林主任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医生被感染 对不对 那这一波里面很多医护人员还是一样被感染 他们都有先打 打了疫苗 大多数都有先打 那但是打了以后他还是会得 但是只是症状比较轻微 那么就像黄教授讲 变成重症的机率变低 但是今年这个H1Y有一个特点 很多民众也跟医护人员有同样的感觉 就是这个酷酷少 少很久 咳得很厉害 甚至说咳到这个肋骨都断掉 那么今年的感觉就是说 这个咳非常厉害 即使你打过疫苗 这个咳瘦还是可能持续很久 而且症状很严重 是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请教我们中医师 就是说今年的这样 因为你看过很多的感冒 那今年为什么特别咳瘦这么严重 那在你的观察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这次的流感 可能它会有带一些什么 咳瘦的一些什么病毒在那个里面 所以它会合并着这个东西 所以它就比较难好 这是我从我们的医学心智 这个方面来观察 那你会发现还有就是说 这次的感冒来讲 对我们这个有些体质比较弱的 它会到我们中医来看诊的这个部分 它本身它其实它有打过那个疫苗 然后它就会抱怨说 我疫苗也打了 可是我还是在生病 我说你还好啦 因为就是你的症状不是很严重这样子 只是说怕因为它的体质比较弱 它很容易就是 等一下月头感冒一次 等一下月尾又感冒一次 它不一定是流感 可是它就一直在那边打圈圈 就是一直在感染这个部分 那甚至有的时候就会 这次好像我觉得 有的时候会有一个 好像叫诺罗病毒的 它会忽然间上肚下泻就过来了 这个部分 所以它会在流感这个部分 有时候会发烧 然后咳嗽 然后还要拉肚子 所以它会发现 肠胃症状也有 然后呢呼吸道症状也有 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会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这样子 所以在中医在这个部分 它会有这种照顾它们后面 就是让它们不要一直在 就是重复在 一直在这种体质 比较虚弱的状态下 所以这阵子的这种感染 或者这个病毒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说 好像比较棘手一点 尤其是对于一种 尤其因为我们很常常看那种 就是身体比较弱势的 比如说像小朋友 或者是这个老人家的 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你会发现 它们就是 实好实坏实坏 尤其是咳嗽 它会可以咳三个月的 这个部分 你要发现 有点惨这个情况之下 所以怎么样来加强 它们遮气管的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现在 这个中医在用到的这些方法 包括一些针灸 血贴这些方法 哦